呃 你見到二代號的第一眼印象 就是覺得這台車很帥 來了來了 可能是那台喔 有點意思喔 有點意思啊 欸哈嘍 欸小坦哥 你好你好 看一下你們的家 喔欸哇 哇靠 蠻屌的 跟裡面很舒服 對這是你們的 燙不浪噹的東西 還有車邊上車的價值 然後我買不起 可以啦 它好像沒有很貴 十萬吧 要嗎 改完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它其實改裝蠻多地方的 一開始最有印象就是它上面的放 呃露營裝備的價值 還不錯 這就是我們 我們這一個半月要用的 對還有後車廂上面的東西都是 然後還有這個棚子 最好這個是 遮陽棚 好酷喔 對你們就可以在下面 輕鬆玩 呃比方說我們要做菜 或是煮咖啡 煮茶 在下面聊天乘涼的時候可以用 對 我覺得還蠻 還蠻方便的 你是原本是會開手牌的 我是考手牌 可是 家裡開的車是自排 所以就沒什麼手牌的經驗 那你第一次玩手牌 覺得如何 就覺得蠻 嗯 緊張的 就會旁邊觀摩你怎麼開 然後就慢慢就上手了 其實我 我們都熄火很多次了 嗯 因為我自己也是很久沒有開了 我第一天拍的時候上路前 我還查那個 123 3檔 3456 對 入檔什麼東西 我那個派檔感蠻特別的 就是也改過 它上面有一顆綠色的球 這台二代號朋友們非常久的時間 全台灣都跑偷偷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後面的床 因為睡起來很舒服 就是我那個椅子可以放下一邊床 對 會用那個氣墊床 把它弄蓬蓬的 有一次我們在宜蘭吧 然後 宜蘭露營 那天我們就是住在車上 因為它旁邊 有時候早上會有太陽很大 然後露營是可以拉起來的 整體我覺得比帳篷還要舒服很多 第一次我們上車的時候 我們就要出發前往台中 那天是靜華開車 帶著非常忐忑的心情 是非常緊張 對 然後結果靜華就 就開錯路了 然後我們覺得 是不是一個徵兆 那個徵兆是不是讓我們 第一天就困難重重 因為我製作組 其實有做兩隻會搖頭的公仔 就開到一半 突然我的頭就突然彈出來 突然彈出來 突然彈出來 我問喔喔喔喔 什麼東西掉了 你呢 就 只剩下彈彈簧了 然後我的頭就彈出來 對啊 你看後面沒有什麼事發生 只是當下還蠻恐怖的 嗯 的 發生 啊 哦 简直線